贫瘠荒凉的几个质地寸草不生 草根树皮果腹都是奢侈 罕见高温更可以耗尽身体里所有水分 欢迎来到世界上最真实的野外求生节目 荒野求生第三集第四集 大家好我是安哥 贝也正飞越南达科他州布莱克丘陵上空 这里涵盖8000多平方里的花岗银石 被美国拉科塔原住民称为布莱克丘陵 从上空俯瞰 只有辽阔森林和林立山峰 偏僻有荒凉 气候也极端多变 并有洪水和剧烈雷暴 飞行员将被人带到封顶上方五十指处 让其冒着磕掉牙的风险自己跳 着陆后环顾四周 环境令人往而生畏 顿感人类渺小 而天空飘来乌云 预示着可能有雷雨 待在阎峰最容易遭雷劈 赶快下山躲避风险才是王道 布莱克丘陵的花岗岩干燥石 极适合攀岩 但若赶上风暴来袭 最容易没命 阎峰下依旧形式陡窍 颜面湿滑 而短短数小时内 布莱克丘陵可能出现四级气候 气温曾在两分钟内出现二十度变化 不远处一些荒屋高聚在山丘顶上 如果在此迷路 可以运用来帮助求生 任何绳索床单或工具 都可以成为救命稻草 不过贝也的运气似乎不太好 翻了半天 只有一条车内胎 留着燃烧冒出的黑烟 可以充当求救信号 岩石上的老旧钻痕清晰可见 入口似乎已经被填起来 但下面还是有光线透出 猜测里面应该会遗留些有用的东西 准备火把进入一探究竟 滑树皮油脂很丰富 足够照明三分钟 矿内是蝙蝠 香味蛇 甚至每周湿的理想藏身处 冒着极大的风险 只捡到两根钉子 借助岩石边的松树一路向下 离地还有15尺的时候 树干与石面变得光涂涂 完全找不到着力点 上不去下不来 差点卡在中间 稍微平坦一点的丛林里 有时有冷 即便如此 依旧有脱水的风险 因为每两个小时 会让人流失一公斤水 补水就成了第一要紧事 看似干净的吸水 也要烧开了才能喝 避免感染一些疾病 影响健康 四根树桩架起了炉灶 能让火烧得很旺 烧水速度也很快 水里放些匀山叶 可以补充维生素C 除此之外 还有种特别的清香 继续向下游走 路变得更加险恶 断崖是溪流 水色成土色 完全无法判断深浅 贸然潜入风险太大 但背影已经无路可走 冒险一试 实属万不得已 外套包住所有衣服 塞进背包 避免大湿 光溜溜更方便在水中活动 只不过冰冷的水 简直要命 抓紧时间扑腾上岸 穿衣保暖 即将离开布莱克丘陵时 天色已晚 必须找合适的地方 安营扎寨 猫尾巴是很好的引火物 而且它的隔热性也很好 塞进衬衫底下 就变成柔软的小棉袄 宽敞的空地最适合搭建 印第安市军营 拉克塔族在这里住了数百年 战时外出侦查时 会搭建这类棚子 所需的树枝比比皆是 使用腰带缠绕中间 枯木被绑紧后 就变成了三脚架 成品虽简陋 却是被也尔金吻的架 说不上有多折风挡雨 起码能提供一些安全感 不远处捡到的鹿角 加上背包上的弹性绳 变成狩猎所惜的弹弓 这里栖息着棉尾兔 长耳大野兔和浣熊 无论打到哪一种 都能把隔壁老狼残酷 然而现实很残酷 寻山许久才发现这松鼠 加上人家身受敏捷 最终逃之夭夭 郁闷之际 摄影师发现了危险的响尾蛇 就躲在不远之处 只要他再往前走 恐怕就会被咬上一口 在美国 每年有约8000人遭蛇咬 若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送命 贝尔此时管不了那么多 只想痛快饱餐一顿 回到营地 挖洞搭建所谓的达克塔火坑 这是刚开始学战术求生时 选到的招数 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行踪 并且能避免风将火吹熄 保持余温 再将刚折下的树枝 编在一起 做成烧烤架 清理食用的过程 太甚人 不多描述 不过没来得及享受美味 天空传来雷鸣 目测用不了十分钟 大雨将至 贝尔必须时间赛跑 为棚子打上屋顶 如果雷声和闪电相隔不到30秒 说明你可能会被闪电击毙 此时 锥形的帐篷就格外危险 蛇肉还没吃 就被劈死 岂不是得不偿失 还是躲到空地之处 尽量锁小身子保命吧 因为闪电可击中 暴风外十里的物体 直到雨水变小 贝尔才敢移动 回去品尝蛇肉 雨水淋过之后 肉质变得美味又余温 填饱肚子也该修整床部 睡大觉了 之前的猫油草像羽绒一样 垫在外套下 隔绝潮气 保暖融为一体 却不防水 这一夜照样难熬 隔天早晨 被推倒帐篷 拿回腰带 接下来的挑战 是北美大平原 那是面积达百万平方里的草原 横跨十个州 这片广阔地区 和丘陵同样险恶 岂富的山丘连绵好几里 身处其中 感觉自己像漂流草海之中 这里的白人居住者抵达前 有数十个美国援助部落 以大草原为家 至今有些地方 仍能找到这种石头圈 曾用来压制帐篷底部 话音未落 野牛大部队呼啸而过 它们的速度很快 奔跑时可达30里 重量达2000磅 就算你是草原雄师 也要尽量远离 因为野牛 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 是雄的4倍 在北美大平原 此类危险还不算什么 自身脱水 比任何生物攻击都可怕 因为河川和溪流极少 找水源非常困难 只能往植物茂密的地方碰运去 被野人深挖较为湿润的土地 不久后 浑浊的水涌出 待沉淀后可直接饮用 最后一站是南达科州大草原的终点 也是这里的极恶之地 感觉就像北美大平原 一下子陷落消失 有人形容此处 是烈火烧尽后的地狱 南北向的路 贯穿恶地的另一头 不同颜色的岩层 是沙和黏土颗粒 是沉淀7500多万年的结果 坐在上面 感觉像是随时断裂的蛋糕 下面相对平坦 却难以通过 峡谷弯弯曲曲 如迷宫般 根本无法保持直线前进 眼下应该保持体力 避免过度劳累 恶地底端的气温可达49度 更糟糕的是 底下的水统统不能喝 里面的黏土颗粒 完全无法净化 这真是一次耐力与体力的考验 之前挂在背包上的两根野萝卜干 是贝爷添冲肚皮的唯一食物 富含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补充体力 再利用枯树枝 做一把冰斧协助赶路 杜松枝属于硬木 是这里少数 能长成各种高度的植物之一 将它敲进沙土中向上拉 比双手硬刨要省力许多 不过爬到中途时 斜坡基本上变成垂直 每走一步 风化的土壤都会崩落 万一掉下去 或许不会立即送命 但若受重伤 再想离开难如登天 贝爷费尽千辛万苦 才爬上碎石坡 但在坡顶上看到的景象 更令他寒心 前面依旧是连绵好几里的恶地 幻想的高原似乎永远不会出现 下坡比较容易 是唯一的安慰 就是非常考验裤子的质量 无意之中发现的仙人掌 是上帝的恩赐 不过处理的时候要小心 上头不仅有大根的刺 还有微小的细毛 被扎伤会造成皮肤搔痒 物食更会过敏 让你痛痒到怀疑人生 所以切掉外皮得仔细检查才能吃 仙人掌有八成是水分 其余则是蔗糖 所以能帮你补充能量 口感像温热的小黄瓜 清香宜人 黄昏已尽 炎热的高温消退 正是赶路的好时候 也许不远处就会有人烟出现 好了 本期荒野求生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见证贝爷如何挑战自然 并学习更多求生知识 站在熟练顶端 请观众安哥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